花莲县救国团主办中生学习中心承办的小小博士陈长寅 29号在花莲学院举行的结业式 由救国团花莲县团委会的总干事来主持 并当场颁发结业优秀学院奖有32位 花莲县救国团主办中生学习承办 141年东陵活动小小博士陈长寅 29号举办结业式 由救国团花莲团委会总干事李耀野 颁发结业优秀学院门32位 丰富精彩的课程 让小朋友们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本次终身学习中心 111年小小博士陈长寅 为期7天 今天圆满落幕 那我们这次本次课程呢 也规划了非常不同创新课程 像是创课手工艺 小小城市设计师 自然也去DIY 还有年节手作的部分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可以规划很多不同创新的课程 然后让小朋友呢 从做中学开始 那培养一些他们的耐心 还有他们的持续力 让他们学习到不同的 以往以跟学校不同的课程 那未来的话 我们也希望可以再更多增加不同的 像是可以定心的 像是书法班或是钢琴班这样子 那未来我们在暑假跟寒假都还会有在持续规划 那届时再邀请各位家长可以来我们的终身学习网站 欢迎向我们询问 欢迎订阅中国团总干事林耀也表示 这项精彩丰富的成长营 课程设计以制发性 自主性的教学表现为主 因疫情冲击 营队协制人数 缩小规模 以防疫安全为第一优先 包括教师消毒 活动期间参加学员们 遵守实名制以及各项指引 量测体温 请洗手 佩戴口罩等基本的规范 并且专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第二级警戒标准的原则 其间配合 规划 办理各项防疫措施 共同维护营救的安全 活动节是在甜蜜舞蹈老师的提供之下 小朋友们各个手足舞蹈 健康跳跃 快乐学习 满载而归 也让三四二位小朋友们度过一个丰富又快乐 充满回忆的寒假生活 记得详细欢迎收视频道